字幕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帝台湾又来电了 之前是e-tron 那时候是50 50我们就上50 后来有55 所以就每一体一起续航里程大接力 接下来记得有e-tron的GT Rs e-tron GT 现在第五台第六台全部出现 今天我们先常这一台eddy哥 很帅喔 它是e-tron 而且我們這台是Sport Bank 在這個時間點進來 我相信跟最近我看台灣市場上 電動車賣的銷量有關係 奧迪好像成績還不錯喔 奧迪在市場上應該就是 基本上是盤第三 第一名是長勝軍的特斯拉 這點在量上不容小覷 再第二點就是保持街的台康 奧迪始終是第三名 其實做得還不錯 在持續的增加進口數量的前提之下 新車型陸續進來 目前有六個車型 也顯示了希望能夠在市場上多一點升量 而且接下來雙B的電動車都要有動作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厲害的E-Tron S 除了E-Tron S Sportback還有E-Tron S 這兩台是新的車型 那E-Tron S Sportback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你哥之前我們都去戶外對不對 今天我們這算是都市裡面小小的一角 漂亮的綠地 是不是覺得這個灰配起來超好看的 線條感很強烈 對 這一次的這個E-Tron S這個車型呢 它其實在前方還是跟品牌一樣 走家族式的車頭 但是這一次在車款部分增加兩分 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 前輪的輪汙上的它多了一些進氣口 這是為了降低車頭風阻 所以風阻來到 這個車型來到風阻0.26 我們講油車是油耗 但是可以增加一些電車的續航里程 對 然後我們的水箱護照 因為我們還是要降低風阻0.26 所以它只是一個造型上 意義上的水箱護照 對 它沒有開口 都是蜜蜜的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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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它有小開口 對 上面的蜜蜜蜜蜜 非常的小開口 一個物理是降低車頭的阻力 對 這樣子就是可以 8分76多種車身過 或降低風阻0.26 就可以增加續航里程 奧迪又特愛搞設計 你看它這裡還有直的 真的是霧營的度隔 中間在一個黑黑 反正就是讓它看起來 不那麼的單調無聊 其實它的銳利眼神 在晚上你更能夠感受到 對啊 眼神一出來 你就會被它增補了 很好看 它的頭燈很好看 我們開門外有燈條顯示 鎖測也有 它的日行燈燈條 坐在這下面 這下面 坐四條 所以車頭會非常的容易辨識 然後這個我們 它有做一個進氣格照 其實是有效的 以往汽油車是要帶走 引擎熱 但這邊我覺得 也有散熱的功能 也有風阻功能 再來就是 我們現在沒有引擎的 所以它的風也不用帶給引擎了 對 本來是讓你的車輪這裡 它的氣流 氣流倒過來 它的氣流倒過來 可以比較 應該說比較沒有那麼大的阻力 所以這個就是外觀 而且你看它其實有明顯的 明顯的一個 孵出來 這個設計是有它的意義在 然後這一次呢 這個叫做Dynamic Orange 然後這個就是有一點它的配置 才會是橘色 然後一樣充電空在這裡 那一樣就是 它是這樣子向下升這樣 所以這個質感還不錯 那側邊看來呢 那它就是在這個 所謂下半部的部分呢 它做的這些擾連片 做的比較特別 而且也是這種 像電啦 所以它就說電動車 會做一個在車側上 也容易辨識的造型 就是它不只是 車側的那一種飾板而已 它還刻意的把它 有電的概念溝通 對 然後在設計上面 再把它包揚光大 就是到處都可以看到 設計的造型 可以看到一創電動車的 比較獨特的這些造型 因為其實光這一塊 我覺得這個門板 做工就是蠻繁複的 不小心又怎麼樣 你這個門板 你可能就換門板了 多少層 我就換門板了 而且它這個是這樣子 一支一支的 上下上下的 調紋 調紋 調紋下來這裡 也是一個弧度下來 然後再下來 好幾層 然後後面的 你看這燈下來 它還要給你遮樣 然後前面可以折痕 折痕還要跟燈連貫在一起 對…這個就是考驗製造的水準 跟公差 你看這一條線 這個塑料是一條線 這個板筋是一條線 兩個要連在一起 所以這公差要控制得非常好 才能讓塑料件跟板件 在對這個線上 能做得很精緻 所以這也是高等車 高級車的一個精髓 那後面剛剛我們有提到 就是後面也有一個輪壺 有一點翹起 我以往都是塑料的 它現在就是考漆件 另外這Sportback就是一樣 這是一個美費車型 超好看 對… 所以是運動化 所以這賣得比較貴 但是不管怎麼樣 390級到400出頭萬 這個都是不便宜的 所以大家可能預期 續航的旅程要更高 但因為它是S嘛 對 它是性能版 對 它是性能版 它性能版還奢望什麼旅程呢 你自己的右甲要節制一點 你買這個就是 你有特定的需求跟偏好 那大家一般來講 開始競爭的階級都有 家底層比較高的 價錢比較便宜 320萬左右的 入門的SUV的電動車版本都有 但是你選到性能版 S版的時候 它也許再貴一點 但它提供的是一個 是一個性能的package 不是通勤package 通勤可能找這個 300多萬的標準SUV 但如果你有特別的需求跟想法 你不要開 在油車上喜歡開快 對 電車要更快 電車要快的情況之下 就會有比較高價 像S這系列 或者是你可以去買RS 對 RS又更貴的一點 另外一個篇章 對 這個目前的一創S 這個系列 目前都在大概400萬左右 對 但我覺得背景這地方就很好看 S 紅色的在外面 很好看 奧迪就是奧迪的標準型 S Line 再來是RS 三個階段標準型 S就有一點性能了 對 再上去就是RS 所以目前就先推骨S版 就進階 第一半型的進階 但車屁股的地方呢 也跟門側呢 我覺得是有呼應的 它就是一層一層的 它不讓它孤單啦 它自己本身的各個地方 都是有一些層次的 你看這壓尾翹臀 嗯 然後下來這裡再給它翹 一折 然後下來之後呢 它還是用了其他的材質 這邊的折痕 跟車側其實是一樣的 對 所以在車側跟車後 都可以有這個條紋式的辨識度 再來是前燈 我們講前燈也是四條 車身旁邊的車門下方都有四條 這邊也是有折痕四條 對 所以你從前面 從側邊 從後面都可以看出來 這是一層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 在製作上 相當精緻的手法 也可以分別出跟一般的 一床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最後面這裡呢 一樣還是有防刮材質 對啦 這防刮材質 好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來囉 對 它開口 因為它是Sport Bag 它的開口大 你要放東西進去的時候 是便利的 它有這麼大的開口 所以你快的東西進去 這麼大 大角度 主要是快的東西容易進去 這是大鞋背的好處 但是它好像比較高一點喔 對 它比較高 要知道了 我要等一下 對 它比較高 它比較沒有那麼剛好 但我覺得這是因為 也是做了一個鞋背的概念 它沒有那麼價錢 是一般的版本 應該是比較低的 對 你還有5055可以去選 沒有錯 所以不太一樣 這是帥 耍帥的 對 還有一個耍帥 就是電子後照鏡了 別的車廠沒有 它就搞了一個電子後照鏡 我們現在就好好的 上車來體驗囉 你習慣你的後照鏡嗎 我覺得這種數位後照鏡 其實只適合高速公路 特別適合 因為這是一個區面廣角的 你如果開在高速公路上呢 這種數位後視鏡呢 其實會有幫助於看你後面全部的景 雖然是無死角 我覺得那個休旅車本色 就是它的通透性很好 你都在裡面很開心 像我現在進來 大家看很亮對不對 但我們其實還沒有開天窗的 對 我們這裡 開了天窗之後 你會覺得 哇 超亮的 因為它是Scoreback 它就沒有像那個SUV那麼大一片 但其實也蠻大片 到後座上面 前半的天窗啦 可以開一半 這是玻璃車丁 對 那後面的是玻璃車丁 對 這樣子的可以搭配 可是要說到後照鏡啊 我聽到很多的老司機朋友們 他可能不喜歡 然後說停車不方便 可是因為透過科技的先進 我可以用360度 然後全部把車子的狀況 瞭弱直掌 但是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昨天晚上開 我是有點驚豔的 因為晚上後視鏡有時候 我就把金屋本服務況會見 它的畫質超好的 我覺得電子後照鏡 這一點就真的跟傳統比起來 你會看到很清楚的 所有的影像在眼前 對 主要是液件的時候 電子的解析度跟增感 效果會比較好 這樣子用起來 就液晶 常是液件開車的人 使用電子後視鏡的這個 可辨識度會提升很多 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 市價統統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街大贏家吧